苏联军官发现了件可怕的事 手下竟公然违反国际条约 对着刚击落的战机飞行员疯狂炮轰 然而等军官赶来却以为时已晚 准备本以为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铁面无私的军事法庭 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总督非但没有对此做出处罚 反而给这帮女兵放了一周的假期 也正因如此 让他们发现了一件至关重要的情报 好不容易得到的假期 一名女兵决定回家看望自己的孩子 可她走着走着 地上突兀的自行车引起她的注意 女兵不安地打量四周环境 猛然发现 竟有两名德军内粹士兵出现在阵营附近 本危机解除后 她顾不上假期 马不停蹄地跑回大本营汇报 军官立马就推断出 突然出现的两名德军 必将是要炸毁这附近的铁路 因此准备当即带领手下全去伏击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则情报中有一个致命的错误 为了能够赶在德军前面 他们凭借对地形上的熟悉 选择从危机四伏的沼泽静置穿过 苏军小队很快来到一处湖畔 而这里是到达铁路的必经之路 也是最佳的伏击地点 然而接下来他们就省眼了 他们刚选好地点设下埋伏 敌军士兵就如计划般出现在他们眼前 获知的情报中敌人只有两名德军 凭他们六人小队本可以轻松战胜 可现在敌人近有16人之多 面对装备精良的德军 想要以少胜多几乎毫无胜算 准备当即让手下返回军营请求支援 如今六人小队更是只剩五人 不过好在这时 一名女兵想到了一个绝处逢生的计划 他们可以假装当地伐木工人骗过德军的眼线 但敌人似乎察觉到了端倪 仅派出了两名士兵前来侦查 于是一名苏军女兵当即跑了出去 她来到了河边将自己的衣服脱掉 苏联军官发现不远处的眼前 是密密麻麻的敌军士兵 而自己的手下竟在一旁脱起了衣服 警戒慢慢悠悠地跑到河边 甚至在德军士兵的眼皮底下 女兵将裙子脱掉 一头扎进了河边 然而正当德军准备将女兵活捉 苏军准备看出情势不对 也脱去了军装出现在了敌人事业 尽管女兵的笑声里夹杂着哭腔 但这危险的行为成功骗过了德军 让敌人选择了绕道而行 与此同时 反程请求总部增援的女兵 已到达了一片沼泽 只要安全穿过 这场战斗也几乎可以宣告胜利 不过在此之前 苏军小队仍要密切关注敌人的所有动向 可就在他们转移的途中意外发生 准备装有香烟的袋子 落在上一处埋伏点忘记带走 一名女兵自告奋勇地前去带回 不料在半路迎面与敌人相撞 当苏军小队听到动静纹声感去时 只看到女兵早已冰冷的尸体 然而现在没有时间被伤 因为威胁还仍未解除 他们悄无声息地来到敌人上方 等手下制造出动静吸引德军士兵注意 军官瞅准时机迅速出击 瞬间解决一名敌人 可没想到另一名敌人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他将准备死死按在地上 并且掏出了匕首 准备狠狠地扎入准备眼睛 就在这危机关头手下及时赶来 这番交战过后 想必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在给战友简单的道别后 苏军士兵立马就追上敌人的脚步 但不料迎面与敌人装了个正招 双方的交火一触即发 尽管苏军小队全是女兵 但战斗民族的女人 霍利斯毫不逊色与敌军 并且德军的任务重心并不在此 很快敌人就选择了撤退 不过也在这次的交火 一名女兵露出了胆怯的样子 交战结束的成员们 都对这名女兵的表现嗤之以鼻 想要军官主持公正 给予这名女兵军事审判 然而准备却不以为然 殊不知这个选择 将会在接下来的侦察行动中 导致自己险些隐蔽 苏军士兵刚一抬头 就发现迎面而来的敌人 两人迅速找到掩体躲藏 怎料第一次参战的女兵 竟险些将长官害死 妈妈 苏联准卫先发制人果断开枪 紧接转身向着森林跑去 而听到动静的大量德军 疯狂地朝着苏军准卫追去 期间还不停地对其扫射 准卫被逼入一片沼泽地中 在德军的一梭子子弹破后 想必他已经死在了这片沼泽之中 于是德军士兵便转身离开 殊不知准卫并没有死 反而安全地逃到了一片空 但等他抬头 却看到了令他痛心疾首的画面 眼前的木棍让他立马意识到 此前返回总部请求支援的手下 已经淹死在了这片沼泽之中 同时也意味着 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再有增援 这已经是一场必败的战斗 于是准卫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他很快与谨剩的两名手下会合 将当下情况告知两名女兵 尽管他们想要临阵脱逃准卫 也不会怪罪于他们 毕竟现在继续战斗 无一等同于送死 但没想到手下 竟无条件支持长官的选择 于是一场必败的交战即将打响 苏军士兵在德军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 等敌人刚一出现 苏军女兵就立马扣动了干击 随着双方的交战愈演愈烈 德军凭借人数上的优势 不断进攻的同时向前收缩包围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终究双拳难敌四手 德军的一枚手雷 精准命中一名女兵 而另一名女兵 也被德军赶到了一出断崖 但尽管如此 女兵也没有丝毫求饶的念头 行动开始前的六人小队 如今只剩准为一人 看着手中仅有的一发子弹 他打算堵上一把 用着一发子弹解决剩下的所有敌人 他成功地击杀敌人强迫武器 把敌人堵在石洞之中 没想到准为竟没有当场将他们射杀 而是选择押送回军事法庭 可他的身体根本就无法支撑他回到总部 就在准为摇摇晃晃马上倒下至极 身后传来了希望的声响 是苏联总部的增援感爱 至此影片结束 若是没有战争 女兵本会过上光鲜亮丽的生活 战争将美丽摧毁 但却让美丽更加美丽 我是郑君 主页还有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